黑色轎车转弯没注意 行人被撞倒滚了两圈 另外这位小姐被休旅车擦撞 惊慌跳了一下 行人走在路上没有保障 民众很有感 有时候车或是摩托车 可能会骑很快 然后就会闪避不及 然后就被吓到 有摩托车就骑很快 很恐怖 台湾交通臭名远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 台湾驾驶车骑士横冲直撞 不尊重行人 国外专家评论 台湾人间恋狱的交通 对观光构成问题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全世界观光客都认同 交通安全很重要 会持续努力 报导中更分析数据 去年台湾总共有 两千九百六十二个人 死于车祸 相当于每十万人 就有十二点六七人 因为车祸死亡 比日本多六倍 比英国高出五倍 交通部应该尽速的翻修 我们道路设计的各项规范 让这些设计人可以接轨 国际的最新潮流之外 也应该尽速的加强 驾驶人的训练 让驾驶人可以学习 使用这些最新的道路设计 国境好不容易解封 即将要迎来观光客的同时 CNN的一篇报导 却直接戳中台湾的最痛点 如果再不改善交通问题 不止人命还会丧失 国际臭名恐怕难以遏止 记者王一众 王志文 台北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